花蓮县蓝艺协会创会40周年 特别邀请到台湾仙旅兰协会 共同举办112年的春季兰展 4月8号、9号两天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有300多盆珍贵美丽的兰花展出 也欢迎就把握机会前往赏花 花蓮县蓝艺协会创会40周年 特别邀请台湾仙旅兰协会 共同举办112年春季兰展 4月8号、4月9号两天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有300多盆珍贵美丽的兰花展出 花蓮蓝艺协会40周年 算很悠久的 所以说我们今年有并且 全国的拖鞋蓝协会进来 花蓮蓝艺协会有170几盆 然后拖鞋蓝协会也有160几盆 那整个就是我们这里 全场可能有300多盆的兰花 石斧类的最多 这种石斧类的 这种都石斧 这种花这是 这时候是它的开花季节 我们叫它大魔鬼 因为它的虚虚长得这样 很像那个魔鬼的那个形状 那个头 魔鬼的头 不然它是大魔鬼 这是比较特殊的品种 因为它最主要是它开 1、2、3、4、5、6个花蓋 量有开到那里 吉安香港游树珍特别前往赏花 也邀请大家经常来到浩克艺术村 会有很多的惊喜 吉安香浩克艺术村天天有精彩 日日有惊喜 这周带来的是我们兰花协会的展览 别错过咯 六日两天 我们看到了300多盆 非常漂亮的兰花 还有来自于外线市的我们仙旅兰协会 共同协力来做兰展 里面有许多都是经过了细心栽培的 非常特殊的兰种 以及呢我们非常惊喜 不一样的这样的兰花展现在浩克艺术村里面 同时带来星期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活动 在其中 欢迎我们吉安香的乡亲 记得来春季赏花 最佳的选择就是浩克艺术村 8号9号别错过咯 112年春季兰展有来自全台湾各县市 珍贵的兰花展出 现场还有兰花艺末 多位兰花达人也在现场和大家来分享兰兰经验 欢迎相信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这里会接下来相报道